丧尸爆发第三个月 外面暴雨不断 我却躲在小屋里 有饭有菜有妹子 乔乔把饭做好后 我盛了一大碗米饭 拌入些韭菜鸡蛋 随后把碗放在了一旁 见状乔乔忍不住开口问道 这是给狗子吃的吗 我点点头 闻眼乔乔却赶忙阻拦 狗不能吃韭菜的 我看着狗子那急不可耐的样子 也只能收回饭菜 等下还是委屈 他吃点饼干吧 我觉得有机会可以给他找点狗粮 闻眼我也点点头 这条德木是我的第一个同伴 自然不会亏待 只是今天这一路上没看到宠物店 所以只能暂时先委屈一下狗子了 乔乔的手艺只能说一般般 但我却吃得很香 虽然家庭的手艺比他好很多 但逃亡了这么久 这也是我这段时间吃的最好的一顿饭 就这样 吃完饭后 两人都呆呆的坐在椅子上 沉默不语 也是在这丧尸横行的世界 不知道哪一天自己就没了 也开心不起来 说起来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乔乔率先打破沉默 我轻轻开口道 我叫乔乔 时间飞逝 吃完饭已经晚上七点多了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 大雨还是没有停 也不知道能下多久 两人站在窗口 呆呆地欣赏着外面的大雨 享受着这短暂的宁静 你有女朋友吗 女朋友 我眼中闪过一丝追忆 答道 以前有过一个 后来我发现他偷吃我的面包 所以我就把他赶走了 就因为这个 乔乔一愣 我点点头 因为女朋友偷吃面包 所以就分手 老实说 乔乔觉得有些荒诞 但我的表情和语气 却让他产生了一种 偷吃面包是一件 不可饶恕的事情 他隐约觉得 这其中有一段故事 看着我明显不想深谈 他也不再追问 气氛又沉默片刻 我开口道 你呢 乔乔看了我一眼 轻描淡写道 我半年前刚离婚 八卦的气息瞬间升起 我饶有兴趣地问道 是你劈腿了 还是他劈了 都不是 性格不合而已 乔乔语气淡然 我哑然失笑 离了的都这么说 乔乔白了我一眼 解释道 本来就是父母撮合 谈不上喜欢 婚后他觉得我过于强势 争吵太多 所以我就顺水推舟 才结了半个月就离了 你父母呢 他们很不幸 并变成丧失了 你父母呢 不知道 一时间客厅再度陷入沉默 因为之前确定过房子里没有丧失了 我翻找了一圈 准备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 不久后 储物室的铁锹吸引了我的目光 因为这好像是把老式军用铁锹 有刀片 也有巨刃 能劈能砍 正好瞧瞧没有武器 也许可以把这个给他 外面大雨还在下着 忙忙碌碌已经到了晚上十点 是时候睡觉了